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普京下狠手 基于美国致命一击 特朗普叙利亚布局如何收场 叙利亚显然不简单是反恐的问题 大国博弈赢得地区战略主动权才是问题核心 美国虽然强势 但是俄罗斯也绝不手软 美国刚刚宣布要在叙利亚成立边防军 出兵三万建设强大边防军 准备在叙利亚打造国中之国 从而全面控制当地局势 土耳其就按炮齐发发起猛攻 美国不知如何是好求助联合国 其实俄罗斯一直没闲着 背后很招时刻准备着 这下特朗普如何收场成为最大看点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美国在叙利亚态度开始不断犹豫 九天之内发生巨大变化 从支持库尔德武装 陡然转向支持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 1月20日土耳其对叙利亚阿布林区发起名为 橄榄枝的军事行动 行动从大规模空袭开始 随后开展地面进攻 土耳其想要建立30公里的安全区 美国试图说服土耳其不要动物 可是又不敢直接施压土耳其 一直在试图说服土耳其不要动物 可是土耳其又是其一个需要争取的小兄弟 所以也不敢施加更大压力 如今在于俄罗斯从中布局 美国不知道如何应对 这个验证了中东的不确定性 对美国来说步步惊心 步步牵扯面深广 相反 对于东亚来说是确定性向好 压力减轻 正所谓 事事如其局局心 叙利亚每天发生着太多的故事 这背后先不谈谁赢谁输 让世界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战火中 受苦受难的叙利亚平民百姓吧 和支持库尔德建立新国家 或者利用库尔德对抗叙利亚县政府相比 还是土耳其更为重要 美国人就是完美地阐释了什么叫做美国利益优先 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既要当婊子 又要立台方的矛盾不能调和 必然合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接下来恐怕就是美国在其他地方制造 挑拨矛盾来转移 分化压力和土耳其注意力了 美国想拉拢两边 然后两边又互相仇视 这完全吃力不讨好吗 要么置身事外 要么倒向一方 要么冷却处理 明显俄罗斯不想让美国如意 挑明矛盾 逼他站队 中东地区才是目前的局势焦点 我们应当密切关注 并且让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闹得不可开交 这样我们的东北亚局势才会相对稳定 并且乘着美国交投案了 抽不开身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博弈 我们可以把半岛局势大举推进 具体时间应当是俄罗斯明确表态之后的时间 让我们拭目以待 没有老美支持 库尔德武装什么都不是 老美不过是先稳住土鸡而已 库尔德武装不过就是美国老在中东的干儿子 随便怎么捏 土鸡就得哄啊 不管老美咋说 那么多个叙利亚基地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 普大帝只不过耍了个小聪明摆了老美一道 吃瓜群众继续看热闹 实力决定一切 就像当初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一样 以为美国会骑虎南下 还不是照旧如初 现在的形势也一样 只不过是其他国家围绕美国的政策形势变化而应对而已 新手终归是斗不过老江湖的 克勒伯出身的普京 绝对是人精中的人精 人节中的人节 只是碍于国家实力的憋屈 处处被掣肘于实力雄厚的美帝 川普的任性与威力仕途 时时刻刻从自我出发算计的商人习性 可以在战术上得到一时之力 于战略上是瘸腿短视的 双普的眉来眼去心性相吸 终究敌不过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 鹿死水手仍有待时间的宣判 美国连中东几个小国都搞不定 信用被严重透支 回到亚洲 哪个国家愿意为美国当牺牲品 出而反而 若把美国化当真 估计离死不远了 另一方面来看 美国人的政治智慧 就是建立妄议 没战略可言 这个坑挖得好 俄罗斯稳赚不赔 美帝的中东战线将会崩溃收缩 中国就等着推进一代 一路在中东的建设 重建叙利亚 为巴勒斯塔树样板工程 一句话 美国要的就是中东乱战 美国无论是不支持库尔德人 土机都不可能一下 灭了库尔德人 美俄作弊上官也好 参战也好 总之 美国是除了美国极其核心盟友太平之外 不希望其他地方太平的战略目的 其他地方越乱 美国越太平越有来钱的路子 而且美国威胁其他地区越容易 全球如果都太平了 都大力发展搞 经济 美元离死也就不远了 美国华尔德人